分享 重新思考我们的事工 好 大家下午好 那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这本书 那今天我们重点谈到的是 教会怎么样转向合乎圣经的 这个关系性的门徒造就 那现在我就就这个事工方面 做一些这些分享 那这四个方面 一个是说怎么样 这个对准目标 这对准目标的这个必要性 第二个是聚焦的原则 第三个是衡量事工 是否是对准门训的 这个五个要素 那第四项就是 关于教会转型的一些经验 那下一章 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例子 因为是这个作者是 不是我们华人 那我就把这个例子稍微修正一下 跟我们华人有一些关系 那第一个例子 这个有一个 Edward弟兄 他是一个著名音乐学院的 这个毕业生 那但他现在呢 他已经退休了 那他的这个专长呢 就是音乐 那有一天他就对高牧师讲 他说高牧师啊 我认为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崇拜 这需要更多特别的音乐 有这个特别的效果 所以我建议啊 要有一个男生四重唱 要做一个组合 那我们要合作做一些 激励人心的一个曲目 每个月呢 可以现唱一次 也可以呢 以后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到监狱啊 到养老院啊 到附近的学校啊 进行演唱 那我就 我希望啊 高牧师你能不能帮我啊 就在这一周啊 就在这周 这周报上就登载这个 这个事情 这个事项啊 我们一起来征召这个男生 四重唱的这个成员 那我下周我就可以 开始试音 开始挑选人了 这个是一个势例 那另外一个势例 是关于你妈妈的啊 这你妈妈他有两个孩子 是非常已经有很有成就了 所以这个你妈妈呢 她是一个成功妈妈 那她对这个妇女事工呢 她很有负担 那今天呢 她就对葛牧师讲了 她说葛牧师啊 她说现在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每周有这个妇女查经班了 非常棒 我非常喜欢 那但是呢 我还是要建议啊 要加一次 每月要至少加一次祷告会 那这样子呢 才能跟大家同心合一 那另外啊 我建议呢 是不是这一周啊 我们来一个年长的姊妹 跟那个年轻姊妹的 有一个交流 这个特别的聚会 我觉得是可以促进 不同世代的这个感情交流 也可以使这个世代的这个 属灵啊 有一个不同世代的 这个有一个属灵的传承 好 那我可以 我可以负责这个 负责这个联络 只要你同意 只要你点头就可以 我是非常乐意做这个事情 那第三个是你呢 这教会有一位年轻的 这个赵弟兄啊 现在还在学 是一个大学生 他很有这个体育天赋 非常喜欢打篮球 那他就想啊 他就是组一个篮球队 所以那一天呢 他就见到张牧师 他就跟张牧师讲 他就张牧师啊 我非常希望在我们教会 组织一个篮球队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组织篮球队 我们可以振奋我们年轻人 特别是大学生 年轻人的士气 也可以使我们有归宿感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跟其他教会的 这些球队 我们可以继续联赛 可以交移 也可以建立这个 跨教会的连结 我可以做这个牵头人 只要你张牧师认可的话 我就可以去做 这个是 就是举三个例子 那我想这些例子呢 可能对我们来说是 事成相似 那 这些 就是很明显的 这个 事工 不聚焦的 一些个表现 那 总结起来 事工不聚焦 有一些事工呢 是 自己有自己的目标 但是呢 他没有对准一个教会的首要目标 那另外有一些事工呢 是本身自己没有比较清晰的 比较整体的目标 那 甚至第三种 有一种呢 就是一种习惯性的 为了传统 为了做而做 为了习惯而做的 这样子的事工 下一页 那这个 不聚焦的后果 这教会的事工啊 就是一个大闸会 多头马车 那大家皮子之间呢 互相不搭配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各自为政 那教会 我们知道 那个人力资源 都是有限的 那 可能是因为这种 没有缺乏统筹 各自为政的 这种观念呢 使整个教会呢 都 这个人力物力的 耗在一些 非目标的事工上面 我们也就是要 我们要针对门训呢 就没办法 导向这个门训 那有时候这个事工 很多 四面开花 但是呢 那个结果 效果不佳 有广度 没有深度 有时候皮奔命 但是 无以为继 没有一个 全程的一个效果 下一张 那我们必须要 刻意转化 这种形态 这种教会的事工的形态 要根据目标 要做出取舍 首先要树立目标 就是要合乎圣经的 关系性门徒训练 第二个 我们所有的事工 我们就一致导向 要引入这个 带入这个 门徒的 门训的这个环境 首要的就是要 引人进入这个 我们关系性的小组 那同时呢 对于 无关乎的 这个我们这个 门训目标的事工呢 我们就要大胆地说不 那我们 这个聚焦呢 是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有几项 第一个 每一项事工 都必须要进行评估 做取舍 所以这个评估 是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说 是不是关系 这些事工 是不是关系我们这个 建立这个 合乎圣经的 关系性门训的 这个目标 能不能产生 这个目标果效 以这个为标准 进行评估 然后第二个呢 对有一些 有潜力的事工 但是还没有做到 没有起到这个作用的 我们就要必须调整 要使这些事工呢 要转向这个目标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事情啊 宁少物难 宁愿把一些好的 少的 精干的做好 但是呢 不要四面害怕 那要讲究这个品质 下一张 好 那我们 那我们 请衡量事工呢 我们有一些个要素 这简单 总结概括起来 就是有无有 第一个 要有明确的 带领门徒的目标 这个事工一定要有 带领门徒的目标 那第二个呢 这个事工一定要有 这个好的领袖 这种领袖呢 是一定要是刻意 带领门徒的 他有这个vision的 这个领袖 那第三个呢 像之前那个 海伦姊妹她分享过 要有这个 合乎圣经的 这个关系性的环境 要神的话 要有圣灵的同在 有神的百姓的参与 那第四个有呢 就是有一个造 那个造就的 再造的功能 我觉得这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不是说 带 就是带人来了 就 或者说是 这个得救 受洗了 就完成了 关键就是说 有一个生命的造就 使他能够 被带出来之后 他又能够成为 一个属灵的父母 他可以带新的门徒 生生不息 有这个不断造就的 不断再造的这个功能 那第五项呢 就是要有组织 这个组织里面 那个体系啊 那个植物要 要很明确 而且要有一个监督的这个机制在当中 好 那最后一项 就是分享 这个教会转型当中的一些个经验 那第一个 在已经成型了的教会 那要进行这种目标转型的时候呢 必须要注意要循序渐进 要不要不要一次性的这样子的大的改变 要可以部分先行 然后逐步推进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减少阻力 然后就是逐步到位 然后就把整个局面能够翻转过来 那第二个很重要是从人开始 首先从领袖 最重要的这个领袖人物开始 要跟他们传递这个意向 并且跟他们组成一个合一的团队 那第三个呢 对教会里头实在是根深蒂固不能够改的 没办法推行的话 那就要考虑说要开拓新的教会 或者说是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进行 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要避免教会分裂 好 那我的分享就简单到这里为止 谢谢 非常谢谢赵基 他给我们这么清晰的解说 那我觉得这张非常重要 对我们教会传递意向 然后怎么样逐步的来实行 非常的重要 那我在听他讲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张 特别我们教会的传道同工 要详细的读 我们怎么样推动 那将来我们是不是有开拓的机会 我们可以再拓展神的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策略性的 非常宝贵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把下面的这个时间就交给 陈光复执事我们的Grace姐妹 跟我们分享关系导向的小组 非常精彩 交给她 好 那这一张呢 是讲关系导向的小组 小组是如何去实际的运作 那这个小组呢 是在一个教会 那这个小组呢